这是一部1986年上映的恐怖电影 相信也是不少809年后的同年映 电影同时包含颜色 好像恐怖多种颜色 赶紧艾特尼的大渊董朋友一起观看吧 故事发生在这栋被引起狼招的大厦 老板的女秘书正在为上 可是身后的马桶却传来动静 她上前查看 但是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可是墙内 突然一伸出几只声 她吓得转身震 可是又被某种神秘的力量拉了 然后墙壁内的手臂的她个人 好不容易摆脱了空间 打开门之后 又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 谈叫声响彻了整个大傻 随后保安队赶过来 可这时秘书却毫发无伤地走了出来 说只是被电了一下而已 殊不知 此时的秘书已经被鬼王控制 新来的保安小胖在巡逻的时候 听到董事长的办公室里有银笑声 于是跑步去偷窥 却看到了非常诡异的一幕 只见秘书在为董事长吃高原蛋白 而且从房间的四周走出来许多日本火候 他们迭罗汉把董事长压在了下面 然后秘书就开始吸董事长的血 他赶紧跑去叫人 但是再次回来的时候 董事长却什么事都没有 为此舅舅大骂了他一顿 晚上下班之后 两个人去逛夜市 又遇到了一个蚂蚁神像 并且断言两个人有大祸将至 到了 你们两个八字鼠音 今年呢会流年不利 而且你们乌云盖顶 隐藏发黑 我看你们两个都过不了 今年的七月十四 两个人也被吓得心里发毛 可是小胖的女友小美觉得夜市的不靠谱 于是带两个人找到了自己的表姐 想不到表姐找的地月羞花沉鱼落叶 舅舅顿时就被其美貌深深迷住 表姐掐指一算 也觉得有些古怪 于是决定去他们的公司看他 可是刚一下车 就发现了大厦重建了邀请 于是他和董事长说起了大厦存在的问题 董事长叫他自己随便看 于是他们来到停车场查看 此时罗盘显示异常 果然身后显现出一帮女 表姐赶紧运进入身场 我警告你 你不要管我们 我们身体不能够完成天皇的命令 此后也要完成 你的神徒必将神诛灭 有佛祖必将佛修处 随后表姐和董事长说出了事情的严重性 并且指出了化解的方法 需要先封锁阴气 就是把天台和停车场全部封死 而且还要调动大厦的风水方位 董事长一听这也太麻烦了 于是就敷衍了事送走了表姐 表姐一看董事长不太满意 于是让舅舅和小胖赶紧辞职 并且找人调查了大厦的资料 这才发现大厦的建造者竟然是一个日本人 这时舅舅一身骚包的到来 原来她和表姐已经暗生情绪 舅舅想要去表姐家里避灾 表姐也就隐晦地答应下来 可是当小美得知后 却满脸担忧 原来表姐是妥妥地克服命人 恐怕舅舅活不到天亮 二人赶紧追到表姐家里 却发现舅舅安然无恙 原来舅舅八字又臭又硬 表姐根本刻不动她 可这时小美却一阵心痛 原来是小美的哥哥来公司找小胖的麻烦 却突然看见一个大冤种在看电视 哥哥直接把她给揍了一顿 并且扬言要打死她 谁知大冤种直接撕裂头皮 然后把心脏里抛出来扔 哥哥直接被吓得原地去世 而在哥哥的追悼会上 表姐也看到了哥哥的亡魂被日本兵押走 于是表姐决定去山上请教高然 在得知如何消灭日本阴兵的方法之后 表姐就想赶回去 可是却遇到了恶劣天气不能返航 而今天正好是7月14 而今天也是阴气最盛的一天 一个保安正在巡逻 突然听到房间里有动静 可是刚打开房门 小胖也发现了同事的异样 赶紧找到舅舅 而此时门外已经聚集了许多枉死的同事 两人赶紧逃跑 却又看到一个日本大狗 你们命中注定 必须要做我的替身 二人赶紧逃出公司 回到了家里 可是众多鬼魂竟然也追了过来 幸亏有表姐的经文 两人最后跑到了警察局找官二爷庇护 可是这事公司的秘书却要保他们出去 小胖见过秘书的真实面子 不敢出去 可是舅舅色迷心窍 直接跟着秘书去了酒店 做好了赛前所有准备 正打算和秘书一番云云 殊不知秘书早已经是鬼王的傀儡 正当秘书想要痛下杀手的时候 门外的服务生开始敲门 舅舅也因此侥幸逃过一劫 后来他们在医院找到了舅舅 表姐发现舅舅三魂已经被下离了躯体 于是决定给小胖开眼 让小胖去舅舅喜欢的地方找到丢失的魂魄 小胖直接来到了夜总会 果然发现了舅舅 直接把他抓进了隐魂灯 第二个则是午夜小剧场 并且顺利地找到了第二个 可是马上就要天亮了 仍然没有找到第三个 小胖忽然发现 最后一个原来就在表姐的家里 最后他们拿着隐魂灯赶到了医院 救活了舅舅 之后他们竟然再次来到大厦 来到了大厦最顶层的女卫生间 而镜子的另一面就是阿秀罗姐 表姐给小胖和舅舅画上了掌心眼 随后念出咒语 开启了魔戒的大火 小美握紧长生死 小胖和舅舅前去消灭鬼王的事故 二人通过一条长长的隧道 终于来到了魔戒 很快就有日本兵围了上来 二人用出掌心眼 成功击退了日本兵 但是日本兵数量重多 二人只能逃跑 但是很快就发现了鬼王的事故 正打算将灵符贴到鬼王的头上 不料鬼王突然睡醒 并且对两人展开了攻击 大佐再怎么说也是一个军官 很快就把两人打得节节败退 这时 小胖突然发现身上的金锤 于是趁机砸向了大火 大佐被打入了血池 二人认定大佐肯定已经融化了 可是下一秒 一副骷髅从血池爬了出来 并且力量有增无减 二人合力仍然不占上风 骷髅甚至想把小胖拖入血池 可是却脱掉了小胖的鞋子 慌乱之下 骷髅胡乱攻击 直接给小胖凑齐了脚底七星 而喷出来的致阳之血进了鬼 二人也在最后时刻返回了现实 大厦也终于恢复了正常 众人开心地回家 却完全忘记了那个傀儡秘书 今天晚上我会来找你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